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大家好我是夏成请多指教 在《科隆游戏展》上 《无主之地3》官方公布了游戏中的终局内容 其中一种模式叫做Proving Ground 试炼场 那本期视频呢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试炼场的特色 以及其他的终局内容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是喜欢《无主之地3》这款游戏的话 请记得关注这个游戏主战哦 我会在第一时间更新游戏的攻略和最新资讯 另外大家也可以加入我创建的《无主3快乐群》 在群里畅所预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给出的介绍 如果你是热爱挑战的秘葬猎人 那就快到《无主之地3》里 全新的试炼场和再度回归的 《屠杀循环赛经济场》中直面严酷考验 测试自己的能力吧 顶级战利品等待着你 在《无主之地3》的星球之间探索时 玩家可以加入由狂暴武器执造商 托格赞助的《屠杀循环赛经济场》 一旦报名参加 硬着头皮也得上 一旦倒下而旁边没有队友复活你 这次挑战便会结束 也就和大奖说再见了 每次挑战你将面临五轮敌人的攻击 而每轮又会有数波敌人 拿起武器开火吧 干脚强盗 机器人和野兽 直到场上再无活物为止 与此同时 你拿娇嫩的耳朵也会受到 温文尔雅的托格先生温柔话语的不断洗礼 托格赞的实况解说颇为精彩 他也不乐意看到失败者 想要让拥有大胸肌的托格赞对你刮目相看 就得完成一些特殊奖灵目标 例如通过进阵攻击和落地猛击 来累积连杀术 如果想让观众还翻天 那就狂扔手雷乱扎一通吧 在游戏过程中 你也可以进入试炼场 这是由名为监督者的伊瑞德人 所看守的主题斗技场 监督者将代表神秘的主人 来考验你的勇气与能力 在试炼场中 玩家必须和时间赛跑 在30分钟内 穿过不满敌人的三个区域 并击败boss 如果能迅速高效地完成试炼 便能获得更好的奖励 而如果能完成额外的目标 则能获得更棒的奖励 打通试炼场后 奖励宝箱中的战利品都很不错 但如果想拿到顶级奖励 就要展现出过人的本领了 玩家可以在进行 某个主线任务时 解锁试炼场 并可以在之后任意时间 挑战试炼场 可以独狼 也可以和队友一起完成任务 当然试炼场中的怪物等级 会根据玩家等级而调整 而试炼难度 也会根据挑战的人数而不同 试炼场只有一个主要目标 就是消灭所有敌人 但是也有其他的次要目标 例如杀掉堕落守卫者 不死完成试炼 剩余17和15分钟 打败最终大boss 而在试炼场最后 玩家可以开启宝箱 完成的次要目标越多 角力越丰盛 游戏将会有多个试炼场地图 而每一张地图都汇聚着 游戏中很有特色的敌人和怪物 那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根据每一个星球 来制作的每一张地图 而每一张地图中 都浓缩了该星球的地形以及怪物 那如果玩家装备非常好的话 或者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 很有可能10分钟不到 就可以通关试炼场了 而游戏中还将会有 无尽模式的中局内容 就是在某一个场地内 杀死无穷无尽的敌人 而最终如果所有玩家都倒地 则游戏结束 游戏会根据挑战时长 给玩家相对应的奖励 当然游戏中还会有NG加模式 不过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 游戏官方称 在之前无主系列游戏发售时 玩家还对中局游戏内容 并不是特别的期待和严苛 而近年来玩家则更加的 注重游戏的中局内容 而无主官方也表示 他们也很注重中局内容 并会为各位玩家 呈现各式各样的中局内容 来满足玩家们不同的需求 那希望在游戏发售时 不会让广大玩家失望 那想要观看更多 关于无主直d3视频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这个游戏主战 和我创建的游戏视频收藏家 我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关于无主直d3的最新资讯 那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下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